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Sneaker Highway,又是我開箱問 今集非常特別,因為今集不是說新鞋,是說舊鞋 為什麼無故會說舊鞋呢?其實就是Poison想要我拍一些舊鞋 今次的主題就是一個很Time Buddy 就是那些對你來說是特別有意義的舊鞋 又或者是你一個很好的拍檔,曾經跟你經過不同的比賽 或者是一些很重要的節日等等的鞋 我想了很久,應該選什麼呢?本來我是想選第一雙我媽買給我的鞋 就是這一雙 當然當時不是穿這一雙,另外再買回來 但是這一雙就是元年的LBJ4袋 你會看到它的設計是非常漂亮 由於它真的有元年,我都不敢開膠袋 其實我看到裡面已經有點爛了 但是值得高興就是它的鞋底、中底這些地方都貼得非常之穩 那雙鞋真的不敢出來,所以今集想跟大家說一對 我來講到非常之重要 以及所推出的版本都比較多 以及限量 意義重大的鞋 就是Coby的9代 Coby狗 Coby狗這雙鞋是非常神奇的一雙鞋 也是Coby人生之中轉折點的一雙鞋 因為當時他經歷了阿基里斯根健斷裂 然後又再復甦出來比賽 可以說是他人生之中 可以說是低潮 也可以說是光明 為什麼呢? 因為之後他沒有贏過總冠軍 但剩下下來的日子 他都是非常努力去完成自己的新鞋 這雙鞋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後面 有一些手縮的花紋 而且在Coby來說 他算是最高筒的一雙鞋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Coby從來沒有出過高筒鞋 而他這次出高筒鞋 所以你會看到 其實這雙鞋的貨量是非常之少 甚至在香港有些是神囊見守不見尾 不知道他在哪裡 大家自行去補充 所以我大部份都是在台灣買回來 當然台灣有少許炒價 運費比較貴一點 但最後都買到 這一雙是Fans II所買給我的 他都保持得不錯 價錢都相當不錯 所以都非常感謝他 這雙是什麼呢 這雙就是當時最流行的大師之作 大師之作之後 所出的第一個 First Colorway 大師之作其實就是 Coby差不多 Nike覺得可能他有機會會退休 擔心了 所以就在那段時間幫他出了很多不同的特別版 全部是由一代去到九代都是有的 剛好就去到當時最新的簽名鞋 這一雙就是Coby-9的第一個配色 Inspiration 當時伴隨著這個配色 還有兩個非常之長眼的配色 都是上了這麼高的 包括就是這個細節 還有這個Perspective 全部背後都有故事 而且都是一些名人的故事 好像這一對就代表著 北加索的藍色時期 你會見到他上面的一些畫風 都是跟北加索非常之相似 以及以藍色為主調 就是在說北加索是1901年 去到1904年的時候 那個藍色時期 當時的畫風就好像這對鞋一樣 是全部都是藍調的 另一對非常之漂亮 就是這個Detail Detail就是致敬米高安哲羅 即是Micro Angelo 你會見到它是比較像一些雕刻 大鯉石的感覺 整對都是灰色的 其實這一對我覺得真的很漂亮 而這一對Inspiration 其實就是致敬它的城市 就是這個洛杉磯 就是說大家都很喜歡在洛杉磯 看它的遊戲 除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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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還有出了一大堆的賠償 但我選了兩隊 我覺得是最值得去和大家說的 就是這個極少量的 All-Star Game All-Star Game 當年All-Star Game是新奧爾良 所以 你會見到它的風格 和新奧爾良是有少少關係的 你會見到它有很多不同的彩色 好像是教堂球的感覺 非常之漂亮 不單是漂亮 而且它的鞋底 還是夜光 另外一隊 就是這隊BHM 全名叫做 Black Heatry Month 你會見到它是以黑白色為主要 我覺得這些 好像一點一點的黑色點 或者這邊白色點 我覺得是非常之漂亮 就是那個風格是之後幾代的一些BHM 都比不上一代 它當時其實是一個是 當中有KD-7 和LBJ的12 但無論如何 我覺得三隊之中 最漂亮都是這一隊 所以當初買了之後 都沒有開過來打 那這些鞋子 其實我當時買的 是在Kobe 還是在生的時候 所以 那個價錢 收回來都還可以 當然 沒有可能是全部 自己可以 一門市買到 這些鞋子 基本上是比較困難 但現在 你可能想再買回來 或者可能 甚至想了解一下 它的行程 可以怎樣做呢 你就可以透過它 去Koison 即是今天的 賺貨 如果沒有它的話 都沒有這條片的出現 Koison 其實是一個APP 這個APP 是有很多不同的 潮鞋在售賣的 當中 它是去世界網絡 不同的 一些貨源 所以有時候 你會拆開 我曾經是見過 有 尾版 日版 還有 港版 什麼都有 所以 就看你自己運氣 但據我所知 它現在好像是 最主要是 這個 亞洲版 和這個 尾版 分別 價錢 會有什麼 但為什麼會分 最主要就是 它的內籠 尾版內籠 是比較窄 亞洲版內籠 比較闊 就回亞洲人的腳 還有一對 都是向文人致敬的 就是這對 Moonwalk 其實是向 Michael Jackson致敬 因為它最有名的舞蹈 就是Moonwalk 你會看到它 整對鞋 只是紫色 而且底部 是真的有月球的紋霧 我覺得是 非常特別 也是別具意義 如果還有一對想說的 Kobe 9 就是 不是在Kobe 9 當時出過 一年出的一對 Kobe 9 它就是這個 Fade to Back的Kobe 9 當時 Kobe 8人 已經去到差不多 完結它的生涯日子 Nike 幫它 重新 從一代 出到它 最後限 還在打的時候 那一代 就是11代 現在時間差不多了 希望我講的Kobe 可以完成 你對於 你那雙鞋 你獨特那雙鞋的活躍 而你自己有什麼 的Old Town Buddy 是很歡迎你在下面留言的 希望下次還可以見到你 和你講不同的鞋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拜拜 老師 雙鞋 找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